這個reprime回應其實還蠻多的,首先我要先對吳樂仁老師做回應 就是在那個新台灣國策字庫所出版的一本叫做台灣新憲之必要性的小冊子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目前台灣現行的憲政體制在,因為你主講的是說主權與國家定位 那我就裡面所相應的地方特別提出來,他有提到說台灣現行憲政體制在三權分立五權架構 還有就是中央政國體制國會改革立法委員之代表性選舉制度,改革還有公民投票行政立法的互動 中央權限的劃分都出現了很多憲政的問題,總而言之是提到說 總結就是說台灣現行憲政體制不正確,所以造成說國家主人束手在的狀況 所以他認為說應該要制定就是以台灣為主體符合台灣民情的一個新憲法 那主要要探討的是在於說台灣是應該要怎麼樣朝向一個正常國家的方向做前進 那從永溪教授跟民進黨的各大佬都提出說他們認為說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國家的看法 可是其實還有另外的學者會認為說台灣,甚至是美國也都會認為說台灣是地位未定位 那所以說台灣的主權啊,定位上面其實是還有蠻多的爭議的啦 那在關於就是制憲的這一塊啊,而且你在剛才的討論上說就是提到就是說 憲法其實是具有政治性的意思 那我在上就是曲信雄老師,他是個憲法學者的課的時候他有提到就是說憲法其實具有高度政治性的 因為很容易受到就是政權更衣的影響喔 那他會提到就是說,像是說日本最近解開就是集體制約的權是憲法 就是聯合國所憲章所賦予每個國家一定有的權利啊 那之前他沒有解開每個政黨對於就是他們的和平憲法有不同的解釋 所以其實是很容易受到就是政權的影響 所以憲法的確是具有就是高度的政治性這樣子 那另外再來要提到就是說,關於說是誰制定憲法的這個問題啊 就是說要怎麼樣具備正當性啊 他,許信雄老師說以理論來說應該經由人民參與跟統一的一個過程 但是也是有很多例子,像是日本德國政治 因為他們是接受美國所協議的憲法 那美國早期的憲法草案也沒有真的正式 我們可能要請同學剛才進入問題 我目前對吳涼老師其實只有回應喔 並沒有說特別問題,問題是會再放在 鐵林佑跟吳涼老師的身上 那另外就是說,國際法院曾經指出就是說 先提到就是說我們 不是我們,就是中華民國的憲法在1990年 有90年以來就是最高法院有強化就是說 他甚至將大陸地區視為中華民國領土一部分 甚至蒙古國還有香港都算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說,在國際法院說是人民決定土地 人民不是土地決定人民 因為這上面 可是下面都沒有問中 對,因為每個同學就是兩分鐘,不好意思 對,我們下午的時候會有就是討論文坦可以跟大家再討論 OK 好,謝謝,那下一位同學 幾位講者呢,你們好 我是台大法律研究所當畢業的學生 那我主要是想要對閻老師的提出問題 就是閻老師主講的題目是選擬於政府體制 那我是認為說台灣目前的憲政的問題當然有很多方面 包括國家定位啊,基本人權等等,剛才都有提到 不過我覺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 我們的政府體制是很有問題 那尤其是到底是台灣到底應該是走向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還是其他的任何形式的這種政府體制 那關於這部分我是很好奇就是閻老師的看法 就是以台灣的現實狀況還有歷史經驗來講 那台灣究竟是一個適合一個比較怎麼樣的體制 那在世界上的一些先進民主國家的現代的體制上 是不是有哪一個國家是比較適合我們去學習的 那另外一個提出一個疑問就是 剛才好像有許多的講者都有提到台灣的憲法是 中華民國憲法是大概1947年制定的 那是太老舊 那以至於說沒有辦法撫回一些現實上的狀況 那我是有想到說 那像美國憲法是1776年 然後日本和德國的憲法也都是和中華民國憲法差不多時期出現 那是不是說這些憲法也太過老舊 那是不是一定要用透過自憲的方式 或者是修憲的方式去完成去讓憲法做更新 還是說在這些國家跟台灣中華民國憲法差不多年齡 甚至更老的憲法裡面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讓他們的憲法能夠不斷的renew 那就是這題上是我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那下一位同學 我們大概收集三個問題 那請講這裡請回答 還有同學有問題嗎 Q 大家好 我是莊如鴻 因為今天的這個議題是跟先生有關 然後我比較有興趣的部分是因為 就是有這麼多老師跟前輩們都有提到說 就是我們的憲法的話 也需要再重新的去調整跟改善那個部分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即使我們在調整了 就是我們之前有多有修憲的一個修憲條文 修憲條文裡面也帶入了一些 包括國策去發展的方向 可是實際上我們的實質上的政策 並沒有往這個方向有很明顯的一個調整 所以其實我修了這個憲法的部分 很多的法律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有前輩子講到老基法的部分 那老基法裡面其實規定大家的工時 就是八個小時 還有商店所有個小時 但是事實上 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並沒有這種 就是這個法律並沒有被實現 所以在法律的一個因然面跟實質面 其實有這麼大一個落差 是我們的憲法如果真的調整到這麼好的話 是不是真的也會跟我們實現有這麼密切的相關 所以就是我覺得老師們 是不是可以從我們實際上 該怎麼樣去實現這些理想來 來去做一個回應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申請博老師 這個第一位同學他主要是回應 所以我想我就 不過他提到一點就是說 目前關於主權定位 包括台灣的有部分人士 還是主權位定論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要看你的那個事 你詮釋的那個角度 基本上我認為台灣是一個國家 它會以貫打 就是做一個sociological speaking 它是一個排他性主權 排他性的支配權的形式 已經完全是如此了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他們當然說美國跟中國 可以做某種程度的干預 那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而不是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預先 這個事實並不會沒有改變 那至於說主權定位定論 有一個層次是一種 國際政治作為獨立的一種 論述策略的運用 在那個層次我沒有特別意見 你為了要強調台灣不屬於中國 於是你在策略上運用國際法 這個我覺得那個 我沒有特別意見 那個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就一個社會學的事實而已 台灣當然是一個主權國家 而且你不能自我否定 否則的話 我們做出一些實力沒有答案的意義 OK 好 那另外國際法這些 而且另外國際法層次 說實話 我不是法律學家 我是政治學家 但是我看國際法 說出來不是國際政治的現實嗎 包括所有一切的國際人權法 那些東西都是政治的函數 所以今天我是尊重 我是作為客親尊重組長 今天要少談政治權力 那個非常dirty的面向 非常messy的面向 其實我們今天談的一大部分 就是政治權力的角色 角色的問題 國際法是國際政治 跟國內政治的一個方向 最終是人民的意志力量 是不是強大到可以逆轉 強權政治的現實 就是這樣而已 其他都不是理論問題 沒什麼要吵的 OK 那那個憲法不可更新 那就請憲法學者來 最後一點關於那個說 憲法上規定了一些進步的價值 不代表它在政策上會反映出來 當然如此 但是憲法的規定本身 基本上只是提供給公平 一個可以invoke這個憲法的規定 具體好 讓政治社會墮落 一個很重要的根據吧 所以憲法規定本身不自動的 它必須被執行 那如果說那個執政者或政治社會 包括政黨和政府不需執行的時候 當然只有公民 你可以去invoke憲法權力 來迫使它執行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好 謝謝 好 謝謝 剛才有一個問題特別 呃 就是 對我提出的 就是有關憲政 其實今天我的那個報告會 本來有 很大部分是談這個 但是因為一開始 被個人引誘才開了 就 就談到一些別的東西 當然那個 所以說實在 這些議題其實是 也不可能一次完結 才清楚 那我先簡單 針對這個 總總是那個 其實這個在我們 我想相關的運動界或學界 這真的非常大 台灣現在是一個 偏向總統制 一通說認為是偏向總統制 雙子頭腦之後 出所謂半總統制 那顯然這個東西 現在有很大的問題 那 那 傳統上 兩大類型 一個總統制 一個那個字 總統制通常 通常是以美國為代表 然後後來有些新興國家 特別是南美 然後是哪些比如說 韓國傑也比較像總統制 這些是總統制的國家 內閣制 就是 大家比較熟悉的 通常就兩大類型 一個是有君主的 就是日本、英國、 荷蘭 這些國家 像我的那個 我德國是沒有 原本有 但後來沒有君主 那他有些內閣制的 傳統 如果說 我們要談 台灣 要去想 我覺得要想幾件事 第一就是行政 就技術性來說 行政跟立法的關係 是不是能夠 做處理 行政跟立法 那行政跟立法 現在其實 看到的大多都是 利益交換關係 沒有那個責任的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 國家 就是 國家元首跟政府首長之間的關係 這是傳統所謂的 這個半總統制 裡面的大議題 就是比如說 他會有個民選總統 或者是間諜選舉 但還是民選總統 跟內閣的首相之間的關係 這幾塊要處理 那更精確一點講 實際一點講 如果你問我 我會覺得內閣制比較好 但是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台灣是一個政治的 長期的危機社會 因此簡單講 國家安全是一個重大愛情 那總統會有一個 很特別的角色 因此這個議題 我們大家必須 這個好好的去思考說 他如何跟一個 內閣制的一個體制 做一個結構 如果不行的話 難道獲得 我們也許就考慮 往總統制的方向去發 但我沒有說 我沒有喜歡總統制 因為 比較了解 我想再多很多專家 比較了解 美國總統制 就知道那個是一個 運作起來非常複雜的 不能只看表面 細部非常複雜的一個體制 台灣大體上是學不來 學不來很可能就會變得 比較像中南 中南美的問題 就是他的民粹主義很強 民粹不一定不好 要看情況 然後他很可能就是一種 大量的正常攻擊 跟利焦犯 但因為時間限制 我們今天只能先簡單 跟各位 談到這個話 謝謝 我剛剛以為那個 有人會提到那個 因為人家在問 那個 有關他說 是不是一定要 制限 或者是要 那是我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 是你挑起的 只是我以為 你會引用你們的 這個 這個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剛剛講 Elster是你的老師 他是文隊 我講一下 就是說大部分人都認為說 90年代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限改的 一個 一個 一個點 因為他符合了 剛剛我講的 那個Elster講的 就是說他那個熱情存在 然後 下面的整個 社會力 是支持的 那上面也有 他的足夠的意志 所以 條件也是相互成熟 那 參照Elster在裡面 提到的 公共國家 轉型的一個過程 也是都會透過實質修憲 或者自現的過程 來轉型 進入民主國家 那當然都要將縣法做成全部的翻轉 那他也提到中南美的一些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台灣當然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是說 如果我們承認我們現在有效管 統治的區域是在台北金馬 那我們沒有真正在有一個時刻 是透過一個台北金馬的人民的全體的意志 去尋溯一泡我們認為自己的憲法 那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那可是在九年一樣 那確實透過憲法的徵修條文 做了一些 在我們體制上面也好 基本國制上面也好 或者是有關選舉制度上面 做了一些變革 可是當時受限於說 對於憲法本門都不能夠動 所以憲法本門有些很多的章節都沒有辦法動 那搭配憲法徵修條文以後 當然會發生的有關於這一套憲法 到現在為止剛剛講的這份東西 有憲法國設支部念的那一段 對於這麼多的一個批評 也就是說責任政治的一個觀點感 它是完全的蕩然無存 那現今大概沒有人認為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真的是最高行政警官 那我們憲法真的說它就是最高行政警官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套的制度 那麼在如果可以徹底的 從憲法本門做一個徹底的判斷 那剛剛包括我提到了 我認為我從一個實務的操作者 那我看司法的這個 不管從組織面 從認識面 然後乃至於跨道去適用所謂的這個權利的這一塊 那這個整個跨 跨 跨過來 那透過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限改的一個過程 如果在當年90年代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也許今天司法的面貌 就不是這麼樣子的一個不堪 那麼我們的基本權利 也就不會這麼這樣子的相對 因為我們不能加入園爾谷 而這樣子的一個意識 完全沒有辦法再釋放在這一塊裏面 得到的一個不堪的一個重視 我想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這樣子 那我把其他人提供 好 剛剛的問題應該 因為你現在要回去嗎? 以前變主事了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 好那我們還有最後一點點時間 還有同學有問題喔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再次感謝 感謝今天的講者 那我們接下來是休息時間 那因為經費有限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為大家提供的餐 對那段下午的論壇 會有餐盒或有些差別 那大家需要用餐的話 可以下午到對面的伊基巴上用餐 對不起 剛剛工作人員講 所以也沒有錢買打電 對不起大家